在11月8日开始的珠海航展上 除了先展出的无人机和军用飞机外 还有很多地面与海军的装备全面参展台 看得中东土豪直流口水 其中 中国海军052D大区及配套武器 和首次在航展上打包出售体系化 陆战装备合成旅 引起了外媒的广泛关注 据称 中东一众土豪国家 也派出代表团前往航展现场 面对这些新式并且成体系的武器装备 中东土豪喜笑颜开 表示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的新型装备 尤其是这个出口的合成旅体系装备 哪个有经济实力的国家不喜欢 放眼全球的防务展 零零散散出售武器的国家有很多 但是出口一整套作战体系装备的国家 少之又少 而此次航展中国竟然出口数十款 主战装备的体系化大套餐 而且包交包汇 从装备到教学到售后 一条龙服务 只要付款就有战斗力 中东国家若能够成建制训练出一个 具有完善战力的合成旅 对于其本国地面作战部队的军事实力 提升意义重大 这简直是中东土豪的福音 而且成体系出口武器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最大程度的可以避免后勤体系繁杂与维护的混乱 这一点印度军队深受其害 印度的空军采用的是法国、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的战斗机和直升机 后勤体系混乱不堪 同时也给维护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难 而采购中国的体系作战装备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能省好多麻烦事 而此次对外出口的陆军重型合成旅中 直接包含了九个多用途营级装备 包括装甲营、机部营、炮兵营、机部营、作战志愿营、防空营、无人机营、后勤营等单位 我军的合成旅一共有四个这样的合成营 每营两个坦克连 共计拥有八个坦克连 一共装备有112辆主战坦克 步兵可以随时得到坦克直射火力的支援 火力上是大大增强了 只要前方的火力点阻碍了步兵的进攻 合成营的120毫米坦克炮就可以直接对它点名 现在我军部署在南方的重型合成旅 主要装备96A主战坦克和新型的15式轻型坦克 96A主战坦克是我军在96式坦克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重型三代坦克 主要的火力来源是一门120毫米滑膛炮 拥有非常强大的攻坚能力 也让步兵不再担心火力不够的问题 说完坦克 作为合成旅的进攻的核心 步兵的火力怎么样呢 现在合成旅的步兵已经不再是以前打仗 主要靠一人一枪 外加手榴弹 部队机动就靠大卡车的传统步兵了 都坐上了能够快速机动 还有装甲防护的步兵战车了 04A步兵战车就是这样的装备 该型步兵战车在04式步兵战车的基础上加强了防护能力和机动能力 主要的火力是一门100毫米与30毫米并列炮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 全旅112辆步兵战车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给步兵加强了112门100毫米炮和112门30毫米机炮 这还不包括步兵手里的搬用机枪 反坦克火箭筒 狙击榴弹发射器和排击炮等其他轻重装备了 说完了步兵和坦克 该到我军的传统优势 炮兵 今天的合成旅编制内拥有相当可观的伴随炮兵和压制炮兵 在伴随炮兵方面 我军重型合成旅主要装备是05式120毫米 每个合成营都装备一个破流炮帘 这个型号的破流炮代替了以前的82毫米排击炮 口径更大意味着火力更强 履带式底盘也让炮兵能够跟上步兵和坦克冲击的速度 只要有需要可以直接进行火力增援 说完了伴随火炮 就得说说合成旅的压制火炮了 合成旅的压制火炮主要来自炮营的多种火器 炮营主要装备07式122毫米榴弹炮 122毫米火箭炮和红箭石反坦克导弹 分为三个榴弹炮连和一个火箭炮连和一个反坦克导弹连 07式122毫米榴弹炮是合成旅的主要压制火炮 这型火炮以旅带作为底盘 这就让它有了很好的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 在接到步兵的火力增援请求以后 能够为步兵随时清除火力障碍 能够打击各种软硬目标 如果122毫米榴弹炮还无法解决问题 怎么办呢 答案肯定是有的 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火箭炮了 装备重型合成旅的11式122毫米40管火箭炮 能够对目标完成覆盖射击 可以采用单发和骑射的方式进行射击 当面对较大的威胁时 在得到步兵兄弟的火力请求命令后 122毫米火箭炮全连九门炮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射360发火箭弹 足以对敌方目标区域完成摧毁 合成旅的防空营还深度融合了无人机 和反无人机的解决方案 军贸合成旅设置了专门的无人机营 装备了金雕500A查打一体无人直升机 和金雕150B风群无人机 再加上这次展示的空间雷达系统 具备对低轨卫星等空间目标进行 搜索捕获 跟踪测量 轨道计算和编目预报等功能 并获取多目标跟踪测量数据 主要用于执行空间目标监视任务 面对那些不断发射的低轨卫星 所带来的新挑战 太空的监测系统就必须具备 快速监测识别的能力 这是很多国家梦寐以求的大杀器 顺便说一下 这个雷达好像只对一带一路的国家开放 你品 你细品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还不是一成不变的 可以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重新的部队编制重组 如在铝集编制内 多增加或者减少各种类的合成营等 针对目前仍存在的传统师团营编制 合成旅部队拥有非常强大的体系化 模块化 机械化 信息化 无人化的作战优势 因此 中美俄等大国到目前为止 已经组建了上百个新锐的合成旅级部队编制 如果获得一个合成旅的订单 价格保守估计也得数十亿人民币 这个价格平心而论 够实惠了 对于中东土豪来说 绰绰有余 如果购买西方武器 怕是这点钱 也就只能凑起一个装甲营和一个机部营 要想配齐西方标准的合成旅部队 没有个上百亿人民币根本拿不下来 而且中国的合成旅体系化程度 是世界上合成旅级部队编制中最完善的 兼顾了各种作战需求 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具备的 比如美国的合成旅的合成营级部队的防空部队 和无人机部队的建设就非常凝弱 而中国合成旅的编制就是兼顾全局 此外 在航展上还出现了052D大区的外贸型 052DE 这便表明中国已经做好了052D出口的准备 052D是解放军最先进的大区之一 其设计水平放在世界上也是一流水平 性能和西方最先进的顿舰基本在同意水准 而这款大区还可以配套本次航展上出现的 英机21E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 052DE和英机21E的结合 完全就是无懈可击的航母杀手组合 针对敌方航母完全可以进行超视距反舰打击 中东国家虽然没有很大的反舰航母作战需要 但是完全可以把英机21这种反舰高超音速导弹 拿来攻击以色列的陆上重要军事目标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飞得远 打得准 突防能力强 那么就是镇国力气 巴基斯坦海军已经从中国进口了054AP导弹护卫舰等装备 但是印度海军未来不仅会有双航母战斗群 甚至有可能会有三航母战斗群 在这种情况下 巴基斯坦海军想要保证 自己的海上通道在战时不被印度海军切断 那么就需要英机21 这种能够在米格29K舰载机攻击半径外 抢先发动攻击的反航母作战利器 从目前曝光的情况来看 据称沙特 巴基斯坦对中国的052DE 加英机21E的组合非常感兴趣 中东土豪阿联酋对中国的合成旅部队概念 也是兴致勃勃 再加上中国武器物美价廉 这些国家只需要合适的价格就能够大量订购 可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十分成熟的武器 而且都是现成的 无论是单买还是打包买都没有问题 只要付款马上就有战斗力 而且是一对一辅导 包交包汇的那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